可是明老师 习近平当家之后 他有各种中国梦 强国梦 复国梦 这一次在五中全会之后 又重新定调一次 你怎么观察 基本上来说 就是五中全会公报出来之后 我们把它读完 跟我们前面判断比较接近 当然还有点点意义吧 我们等一下再说这个事情 其实你问的问题是说 他有没有对美国选举 做出什么回应 如果说直接针对的话 应该是没有的 但你从里面文字细读 他是做一些准备 这是大概五中全会公报 包含什么东西 第一部分我先简单来介绍它重点 大概几个重点 第一个总结过去 这个十三五的一个成就 小康计划 各种目标的达成什么等等 然后第二是特别强的什么呢 为什么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有党的领导 而党的领导也不是一般的领导 因为有党的核心的习近平的领导 他说得很清楚 他说有习近平同志 作为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 我们就一定能够怎样 那么在这个文字当中呢 他另外还讲到 就说现在大家知道 这个两个维护 然后做了什么事情 大家对于中共这些口号 不太熟悉 大家去查一下两个维护 维护什么呢 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而新华社把这两句话 再翻译出来说 如果要维护中统一领导 就是最重要就是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所以翻来覆去讲 就是说 因为有习近平 所以我们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这是第二重点 第三个重点 就是我们上次提过的 十四五规划 跟2035这个远景目标 当然它现在只是一个 纲要的 然后纲要的一个讨论 所以细节的东西 将来出来 将来我们再谈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呢 他们这个中共 常常强调形势与任务 就是说 我们现在处在什么状态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那么对形势上的估计 是这样的 大概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他们对国际形势估计 叫做错综复杂 这句话当然不是第一次出现 大概在一段时间以来呢 最近讲的比较多呢 是武汉肺炎以后 当然这个香港问题出来呢 它这个调子 已经差不多有透露口气 有风冲出来 但是武汉肺炎之后呢 这变得特别严重 一方面就是 武汉肺炎传染到全世界去 打击了各国经济 然后冲击了外贸 也冲击了中共的对外贸易 使得中共经济大幅下滑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呢 武汉肺炎呢 中共呢 被当成视为的传播者 然后大家都说 它应该是这个难吃起救 所以呢 又它又发动战狼外交 所以引发了双方冲突 所以他们定调就是说 国际情势叫做错综复杂 然后另外就我们讲过一句话 叫做百年未有的变局 而这百年未有的变局 它强调什么呢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 跟新一轮的产业变革 这些观察呢 我先说 大体是对的 但是呢 他们用他们的语言呢 很精巧地包装了 让你不能看他真正的意涵 那我们等一下再详细说 最后一部分强调就是 那我们2035呢 要完成什么目标呢 社会主义现代化 它强调几个重点呢 大体不出我们的判断 第一个是双循环 第二是科技创新 第三呢 是产业链跟供应链要怎么巩固 怎么重造等等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观察 那么在这个文件当中呢 在6000多只文件当中呢 有几样东西是轻描淡写的 第一是武汉肺炎 当然他们叫做新冠肺炎 这东西呢 他们完全没有讲细节 然后也没有说发生了多严重 然后多少人死啊 伤啊 然后我们怎么治愈呢 他就说在党中央领导之下 我们战胜了这东西 就这样一句话过去了 第二呢 他们对经济困难呢 对我们前面讲的说 因为武汉肺炎 打击自己跟打击全球的产生 经济困难呢 也轻描淡写 第三呢 对国际这个情况呢 也轻描淡写 所以这三点是轻描淡写的 但是除了这轻描淡写之外呢 我们看到就是 这份文件呢 的确有一些不寻常的地方 我们一点点来说 第一个就是 他们谈一个关键词 谈得非常多 有这个很细心的读啊 读完之后把它数了一下 他们谈一个词 谈得特别多 什么词呢 安全 他们谈国家安全 国防安全 经济 金融 科技 什么的安全 其实综合起来就是两个意思 我们的政权是不是安全 我们中共的统治是不是安全 那否则的话 其他都不用谈了 所以大家觉得说 他其实是非常担心这个问题的 这是第一个 引起人注意的 第二就是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呢 你想到有些人应该谈呢 譬如说水灾 对不对 绵营了这么长时间 然后冲击了这么多省 然后这几千万人受灾 什么等等 完全没有提 没有提受灾的情况 没有提救灾的这个情况 没有提善后作为 没有提对经济冲击 我们如果看完五中策则的话 好像不觉得有水灾 有曾经发生过水灾 这在世界各国的 你说这个施政报告也好 这当然还不是完全施政报告 真的施政报告 等到明年 大概两会的时候呢 总理会出来做 可是在这个东西 因为这种会议啊 他所出来的公报呢 是要帮明年的施政报告 先打底的 当然明年还会开一个 这个中全会 然后帮这个两会呢 再做一个铺垫 可是这份东西呢 你必须要帮这个 整个报告做个打底 就这个打底当中 完全不提水 在这令人非常惊讶的事情 这第二点 第三点是关于GDP数字 各位如果记得的话呢 过去多年来 中共每年的吹嘘说 我经济成长多好多好多好 然后明年是多少 明年预计是双位数什么的 然后慢慢变成说 我要保九 然后变成保八 然后变成保七 然后现在保六 现在呢 数字不谈了 那为什么不谈 我们说 因为拿不出来 其实在民主国家 或者开放社会呢 他还如果拿出来说 因为受到武汉肺炎 然后因为受到 国际经济不景气 然后因为受到 我们内部的水 再什么的 所以我们的数字 必须下调 那我非常抱歉 但是我们努力争取 1.1 或者1.2 什么等等 希望国内行政顺利 我们再怎么样 那中共完全不提 简单说我们就讲说 读中共东西呢 你要有点技巧 你还真的要有点训练 坏的东西 你得往下再看一看 好的东西呢 你也得往下看一看 也就是坏的会更好 好到没有那么好 那么他虽然不提GDP数字 但他把这些东西呢 隐藏在两个地方 第一方面他告诉你说 我们初步建成了小康社会 然后在下一个五年呢 或在下一个这个2035计划当中呢 我们进一步巩固 完善的向前推进 然后再来说 在2035年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十三五计划当中 我记得他是给过指标的 他对22项是给具体指标 而这地方我们要做到哪里 这地方要做到哪里 这次呢 我们看他没有去提 那表示说其实的情况 已经严重到呢 很难拿出来 所以我们还要看看明年呢 当他开这个人大政协两会的时候 这个总理拿出这施政报告的 这个数字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看说 他到底具体怎么谈这问题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呢 引起人家注意的就是呢 民营企业的这角色 那明老师 另外一方面外界关心的是 民营企业在中国 真的还有生存空间吗 这个东西就很悬了 说起来 那大家都很清楚 对这个中国大陆过去几年 几十年的发展呢 也有点点观察 就晓得 民营企业对中国大陆经济贡献非常大 一般我们说就是五六七八九嘛 百分之五十的什么贡献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八十九十等等 那么在过去的几次会议当中呢 我们都看到呢 比较关键会当中呢 都多少提到民营企业的角色 当然两三年前我们就听到说 什么国进民退等等 然后又提到说混合制啊 什么混改啊之类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是民营企业多少有它的角色 有它的地位 然后也被提到 我们过去的节目也讲过说 在一些场合呢 大家提出这些疑问的时候呢 习近平本人特别讲了 加了一句话说 民营企业是自己人 哪一个国家领导人这样说话 如果蔡总统说 民营企业是自己人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而他觉得这样说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看 但其实你是外人 不就这意思吗 那现在这是完全不提手 那很多民营企业 就真的是这个 叫PPTRUX 在那边等着说 你到底要怎么对待我 你到底要怎么看我 加上刚才这个 以龙兄谈到 这个蚂蚁金服的问题呢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 民营企业代表啊 他不是等于是龙头吗 是一个招牌吗 所以就是 他应该是一个警讯 当然你说 他马上会怎么样呢 大概不至于 但他至少是一个 很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 好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就是粮食危机 过去我们也提过 那我现在就不细讲了 但这边一个字不提 那只提说 注意山农建设 注意农村等等 但没有具体谈到粮食危机呢 这点是我们担心的 第六个呢 是失业率 我们都晓得说 其实中国大陆呢 从2010年开始 经济开始缓步下滑 那么如果你不创造 新的这个生产的火车头 或龙头出来的话呢 那么经济下滑是必然的 经济下滑带来的 很容易就是失业率 那如果加上香港问题 加上这个武汉肺炎 再加上水灾等等 失业率必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今年的毕业生就业呢 绝对是大问题 如果是换的是我们的行政 然后总统出来 也要讲说今年了 874万的毕业生 那我们如何就业 我们怎么安排什么 要讲到具体谈安定人心 这地方完全没有提 这是第六点 第七点呢 是完全没有提对美关系 没有提美中贸易战 那么大家说这对于难道 可以不提吗 我再说一次 在民主国家 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列出来 但在这种极权国家里面 它不列有时候 反正告诉你说 它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你刚刚讲说脱钩呢 它又告诉你说不会 为什么呢 它在这边完全没有谈 但是会后 它开了一个记者会 用中共中央民意出来 开了记者会 然后人家问到时候呢 借题发挥的那个 发言人就讲一下说 我们看起来呢 在现阶段情况下 美中脱钩是不现实的 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准备脱钩 但你美国要打我的话呢 我继续抗美援刹 我继续跟你对干 但是呢 我是不会想脱钩的 我们过去也讲过 中共第一 对外贸依赖的这个比重很高 第二在外贸当中 对美国贸易的依赖的比重 非常非常高 所以如果真的对美国脱钩的话 对它是绝对不利的 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说 是绝对不利 所以它这话呢 说起来是对的 就美中脱钩不现实 但是呢 如果说川普真的有这么第二任 然后真的是 他刚发表的新出 这样往下走的话 那中共必须要应对手法 我们等一下再说 然后这第七个 第八个是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就讲了一句话 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好像完全没有发生过 反送中社会动荡跟残酷增压 然后跟国际谴责 好像完全没有这件事情 然后这八点 第九点 台湾观众们很关心的问题 说了一句话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和祖国统一 据点 就这样子了 大家很担心说 为什么说这么少 大家说说了少就问题很大 不是 另外一个解释说 他现在忙于别的事情 没时间管你们 所以两个解释都对 但是我还有一个中间看 我们都会来说 所以大家担心了 武统呢 我认为应该不会发生 但是虽然没有武统 并不代表说不会攻击台湾 也不代表说 不会有第四次台海危机 台海危机留在什么时候呢 留在关键时刻 需要对美国发脾气的时候 我来玩一下 所以那个时候会出来 但是攻台湾大概是不会的 但是呢 继续施压了 军机绕台了 潜艇出没了 什么等等 这是双航母绕台 这是过去我们写过的剧本 真正他担心什么呢 不是担心台湾台独 他真的担心是美台关系提升 他晓得台湾不会台独 他晓得美国也不会听任台湾台独 但是他担心美台关系提升 担心台湾一下突破重围呢 外交上面杀出血路出来 他真的担心的 这是第九点 第十点呢 就是对外关系的问题 现在我们想到对外关系非常孤立 武汉肺炎的问题 香港问题 人权问题 战狼外交问题 外交非常孤立 但是呢 他也不提 他只说国际关系错综复杂 用八个字呢 把他带过去了 但他心里是有数的 最后一点 你这边提到强国梦 帝国梦 那之后你讲了一个强军梦 一点都不错 我们在这边第一次看到词 会叫做2027建军百年 这词过去我们没有听过 这说法过去没听过 照理说如果这样提出来 后面再有发展的话呢 他应该会有具体任务跟具体目标 也就是到什么时候我们要做什么 什么时候我们做什么 要得做出来 那么他的目标在哪里呢 目标呢 不完全在台湾 目标应该是在美国跟日本 也就是即便我是跟台湾冲突 我想或不想解决台湾问题 但是我的军队必须能够面对美国和日本 他倒未必是要主动出席 他现在比较担心就是 哪一天美国真的生气的话 他主动打我一下 我主动对我一下 我得要能够想办法应付 所以他的这个建军目标呢 各位担心也好 不担心好 但是应该这样说 主要是对美国跟日本来 当然台湾要受到波及 方向是什么呢 方向是信息时代的战争 跟信息时代军队 所以就联系到最后一点 你刚刚不是讲到杀手简科技吗 杀手简科技呢 有四个 第一个是高铁 第二是电力 第三是新能源 第四是通信 做什么用呢 备战之用 就准备打仗用 就是万一哪一天真的跟美国闹翻了 我必须要那个底线 也就是美国把我全部封杀完之后 我还有能力跟你作战 还跟你拼一下 看一看 这他真的是最后的设想 好 我们稍后回来